本節目 男生來排名 誰才是完美好媳婦 今天要接受大家的排名 大一位是妳心目當中的好老婆 嚇伯伯的 我很常看他跟張立東相處 他就是對張立東嚇伯伯 跟他畜生有什麼關係 然後你胖瘦… 如果一個人連自己的體重 都沒辦法控制的話 怎麼控制他的人生 你很壞耶 我還抱歉耶 如果我們排名出來之後 我們是可以調動的 他會… 還是覺得有可能調動不了這樣 真的假的 詐騙是可能目標 他接到了詐騙騎人電話 有一個小弟弟一直哭說 媽媽救我… 然後我還說你不要怕 你告訴媽媽…你在哪裡 最後想想 不對喔 甚至女兒啦 太扯了啦 洗手機跟湯 結果變炸彈 後一次真的差點把廚房燒掉 因為我要炸廚房 結果加太熱 然後我就拿了一瓶水 一瓶兩瓶 超危險的 一國在 第一名 一萬七五 二能 開 Let's go 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跟班 大跟班 有沒有看到 遇到這種行家 哪裡都無所遁形 怎麼樣… 今天樂隊怎麼懶啪啪的啊 什麼啦 沒有 有的鼓手啦 人家那個進來的時候都要 兵蟲球 好像花小廚這樣 要嚇死大家這樣子是嗎 沒有 那個古典都攬比較大的 預備 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有…感覺你們來了舞房喔 有… 歡迎我們這個246 有七位美女 是的 七位都非常的忐忑 對 因為他們今天要讓人家排名 對啊 怎麼可以這樣呢 女人最不能接受就是 妳該這個比…傻小啊 不能比較 不是…比什麼就好比什麼 不是 比誰的年紀比較小 叫比傻小 不是 今天不是要比這個 我們今天漂亮的女生來 今天要接受大家的排名了 你知道一般男生到了一個年紀之後 突然會有一種 我是男神了 是… 我要娶個好太太 我要討個好老婆回家嘛 哪一位是妳心目當中的好老婆 是的 這一邊說服力也很夠 為什麼 如果是大根香蕉卡古 不是… 我們要找真的會結婚的好不好 對 所以今天我到最後 我們出來的冠軍 有機會可以向男神告白 對啊 直接就結束結婚的直接公正 來… 小龍哥 謝謝 謝謝憲哥 來… 謝謝你安排我這一集 謝謝… 這一集你主持人 OK 喂 我們今天來了 我們累了 終於可以選人了是吧 你們日子過得太爽了嘛 你看… 你爸爸又在承受獄了 誰要當媽媽的可以先舉手 你們兩個還穿得滿搭檔的 對啊 好配喔 哈囉 我們是小明星當然按水果攤 喊一下我聽聽看嘛 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跟班是你啦 你來做節目 謝謝 小鐘哥永遠不可能 不要走… 先坐好… 這一集四季了 因為這一集大家那個製作單位找來的 其實這七位長得都很正 那還用說 沒有 今天真的七位等級都很高 對 我沒有拿一些有的不的來騙人 然後今天因為我上次跟小鐘 是有坐在對面被人家選 對 所以今天我們的心情是不太一樣 很舒適 男神被選出來 像鞋子哥就是第一名 是 小鐘哥是第二名 第二名 那我可以 現在加入齊君 我有這個齊貨可吃 帥哥… 第三位 等一下就幫我們好好來選擇一下 當然我們一樣也給我們的好媳婦們 有這個Hashtag 有一個標籤 到底其他幾位對她的看法如何呢 這個標籤是什麼 那個叫 人 設 就是設計 你心裡面的預設立場 所以那個全名叫人設標籤 了解…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Hashtag 好 第一位是郭婉筠 歡迎我們來看一下 水瓶座代表 好 一言不合就離婚是誰說的 誰 承認兄弟 沒有 梁子丟下了 這是重話喔 真的 不是 因為Nono她就是她 我覺得我認識她 她個性是比較有話感說 就是她是不爽 她就是會馬上表現出來 直來直旺的 對 然後她可能 因為她比較沒有耐心 所以她可能 她很沒耐心喔 我覺得她有一點沒有耐心 她可能前一秒很開心 但下一秒又不開心 比較不能背念 所以如果結婚 老公可能覺得說 妳這個怎麼樣… 她可能就會不爽 真氣皮皮 對 因為我跟經紀人比較像哥們 因為她像我哥哥 所以我都跟她美大美小這樣子 第二個 撒嬌女人最好命 誰說的 這不錯 她第一個差很多耶 因為雖然Nono她 她是那種直爽的個性 就是直來直往 可是她一撒嬌起來 真的不得了 聽過是不是 對 就是她撒嬌 但是對女生來說 我會很想要毆打她 會覺得怎麼會這麼… 這麼邁這麼可愛 然後但是我覺得男生 就是在外面工作很累 回到家是需要一個 很溫柔的老婆 會跟你這樣子撒嬌一下 對 就會覺得很放鬆 這個像媛媛就沒辦法了 OK… 媛媛應該是毆打型的 撒嬌妳 她也會撒給我身邊的人看 身為長頸鹿是沒有資格撒嬌 妳覺得是婉容吧 奇怪喔 從鋼果被頂到肯下去 媛媛妳試試看… 她可以… 我可以 以北跟憲哥撒嬌 妳白痴喔 她是撒嬌嗎 算…我救不了妳… 娶回家討皮痛 sm 不是 不是那種討皮痛 這是我講的 討皮痛 因為她是 就像玄俊講 她是直來直往的感覺 她是一條大辣椒 然後她的撒嬌 然後她可能想要一個包包 撒了兩次就要得不到 她就會憤怒 直接一巴掌過去 要不要買給我… 那種感覺 她會直接用那個辣椒 撒嬌淋上去 地位比狗低什麼意思 對 我說的 因為NONO很愛狗狗 她就把她的狗狗當成狗兒子 這樣照顧 所以老公的地位會比狗低 然後變成狗奴餐 而且在心裡的地位就是 餐食官 對 可能是狗 然後小孩 然後再來才是老公 對 NONO這麼愛狗 有養寵物的話 狗放第一個很正常吧 對 我們現在就直接要來看 你們在他們心目當中的位置喔 超可怕的 那麼拜託… 小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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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哥哥 小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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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小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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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冷靜… 買第一個而已 一個女生把男人比較得比狗還不如 你說這個真的是有可能 而且… 而且這種牌子一撕出來我跟你講 怎麼樣 難看 丟臉 等一下 憲哥我們先 我先問一下 如果我們排名出來之後 但如果我們聽完大家講完 他自己講 我們是可以調動的 可以… 但是絕對不可能調動不了嘛 因為這個是再怎麼說都解不法 所謂的絕對不可能 它代表什麼 有先天跟後天因素 先天不良 後天又失調 你們六個都不可能 只有一個可能 因為我媽媽就一定要娶一個客家 女孩子 有這種標準 了解… 反之一然嘛 這樣了解 好… 小鐘哥就第一個揭曉囉 請問一下 NONO在你心中的排名字 小鐘哥 厲害喔 第五名 第五名 滿低的其實 其實第五名算不錯了 為什麼 前面有四個人比我這樣 哪有不錯啊 不錯在哪 對 其實他曾經交過一個男朋友 我跟你講 但是他男朋友的家人 他從來沒看過 因為他男朋友從來不肯帶他去 那個就沒有誠意 隱藏起來 對 但是他還願意跟這個男生 一直在一起 我是一個很專情的人 他很專情 他一旦認定這個男生的話 他就是想要永遠跟他在一起 所以這一點是他很大的優點 也是致命傷啦 對啊 對啊 前面四個人到底有多優秀 男生跟當老婆是兩回事 七位要特別去 你也要 你們八個人要特別去 怎麼 你看 他上次是票選第一名 好 聊不完 斜智哥 好 你的是第幾名 斜智哥 對 這實在是 怎麼樣 怎麼要換那邊 真的假的 天啊 絕對不可能 好殘忍喔 這個還多接 對 對 差一點點就沒有了 我自己覺得 NONO現在的狀態是 多的解釋已經是傷害 你適合當情人 不適合結婚 好像好多人講過這句話耶 是不是 但是可能五年 十年後不一定 對啊 現階段的NONO 沒有家庭的概念還是符的 就還沒有那麼穩定 我還需要一些歷練這樣 妳還需要一些歷練 還要時間 好吧 這樣可以接 這樣是可以的 因為要不然 其實你說七位都很漂亮 NONO 你差一點跑到最 絕不可能 對啊 好險 我到底贏誰啊 那個到底是誰 我跟你講 照這個順序下來嘛 第五嘛 第六嘛 接下來就是絕不可能 絕不可能 換到了… 齊君完全不會 而且妳跟妳講 齊君會客觀喔 對 因為她是 我想她應該是我們三位 對妳們是最不熟悉的 對 因為她連我們兩個 她都不熟悉耶 對啊 對啊 剛剛有稱讚我耶 結果一掀開來寫小鐘 對啊 來看一下 好…齊君的答案 什麼東西 真的好後面喔 因為我的… 我的理由是因為 水瓶座的跳躍思考 真的 因為我是一個很有邏輯 我射手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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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手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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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手座哪有啊 射手座哪有啊 射手座哪有邏輯 你太直白了吧 排名都好後面喔 所以第五 第六 第六 但也許會動啊 也許會移動 既然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先來看看熊熊的好了 熊熊的照片 好開心喔 來 奴婢命 什麼 誰說的 奴婢命 他真的是 他真的是奴婢命 因為他對 他對另一半太白衣白順了 就完全就是超級小女人 但也許大男人會喜歡這一型 好 但是下一個 竟然有人說他就是 控制狂 我說的 控制狂是你吧 對 熊熊 五熊一定會 你的感覺他有控制狂 因為你才兩熊 他用五熊 熊熊控制狂 你這個邏輯嗎 五熊比較厲害 熊熊超胖 他們兩個玩剪刀 手布 永遠都是熊熊贏的 為什麼 熊熊兩個嘛 五熊是五個 怎麼樣 太看男生的外表 要高要壯要帥 能力要好 外貌協會 對 所以我覺得他控制的那一個部分是 你跟他在一起之後 你還要一直維持在很好的狀態 他可能無法接受你禿頭 變胖 變大 沒有到那麼誇張 不能瞧不起禿頭 我沒有 十個禿子九個腹 我讓我自己覺得帥 我曾經被問過一題 我實在沒有辦法猶豫 他就問你一樣 就是一個是禿頭 然後對你很好 然後另外一個是完美 家裡又有錢 長得又帥又高 然後對你又超好 但他只要一講話 嘴巴就會冒泡泡 然後 他是一隻螃蟹 他是螃蟹 沒關係 你幫他冒泡泡 我跟你講 這件可以改好了 這個是目前為止 我聽過 就幫他擦掉就好了 等一下 前提是不是他中風了 我覺得可以 就是嘴邊會冒泡泡的 我覺得還好吧 加通口水就好了 講得漂亮跟脫脫 不是口吐白沫就可以 他擦掉 來 誰說他恰伯伯的 誰… 我 能讓遠遠說恰伯伯的嗎 真的就是恰伯伯 沒有恰伯伯 熊熊才是恰伯伯 因為我很常看他跟張立東相處 他就是對張立東恰伯伯 張立東又不是我男朋友 我對男朋友就不是這樣 我就是這樣推嘛 跟他畜生有什麼關係 人家是好朋友啦 可是我覺得他的恰伯伯是 是幫老公的 譬如說 你一定要穿這件襯衫 才會搭你這件褲子才會好看 不管 就控制 但是他是為了對方好的那種 蒙在鼓裡的女人 我說的 因為熊熊傻傻的 所以他感覺就是那種 老公在外面做什麼事情 他都不知道 或者是老公回來 他會說我聽說你好像 是不是在外面 別的女生跟你出去 他說老公就會變一個說法 然後他就會立刻相信 就是那種 對男生這種包容性 然後又會傻傻 他就會忘記 或者是就是會不在意這樣感覺 這樣婚姻可能會很幸福啊 對耶 傻人有傻福嗎 這樣可能很好嗎 對啊 他被逢在鼓底耶 這對某人 對某些人來講不是絕對啦 對嘛 對 某些人 2 4 6 7 有沒有看到 我跟鞋子比起來 你們覺得我們兩個人 誰比較花心 或者是屬於那種 外面很多女朋友那一種 誰 感覺都很棒 形象是我對不對 那你問他嘛 他怎麼會 來…鞋子你來做一集吧 讓我選一下 有這麼好咖都沒有耶 有啦 下次你來選的時候 後面這就是 小甜甜 是豬啦 還有秀琴姐… 秀琴姐 對… 秀琴姐 蠻好笑的嗎 讓人夢爸爸推輪椅 沒有… 成事不足 敗事有餘 我說的 因為熊熊他真的很傻 然後他什麼都會相信別人 他之前買車還被騙 沒有 就是我看了一眼車 然後我都沒有試車 我就會錢給他 被騙 是不是很笨 覺得他可能房子就變別人的耶 結果呢 後來就報警了 然後他就還我四萬 但這還是虧兩萬 對 那台車六萬而已 那台車六萬而已 但他要賣我十六萬 然後我給了他定金六萬之後 就是反正那台車的市值 只有六萬而已 因為他是 二手的啦 二手的 二手車 來 親愛的熊熊 名次要來了 小聰哥 給你的排名是 好強喔 她的名次很高 其實我覺得熊熊 算是熟 因為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孝順的女生 她跟她阿嬤的感情非常好 你說像我們這種年輕人 會帶阿嬤 隨時帶在身上 帶在身上會陪阿嬤 對 你看像年輕人會去陪阿嬤吃飯 然後帶阿嬤出國去玩的 很可愛 其實真的很少 唯一的缺點就是 喜歡的男生我跟妳講 妳不用去追他 他自己會來找妳 沒有 沒有 沒有嗎 還不是一樣 好對不對 我們兩個都要追好 所以他常常就會遇到爛男人 妳會在意小鐘哥的看法嗎 如果妳這三個男生 最喜歡的是哪一個 我比較喜歡鞋子梗 來 等一下… OK 這一籃有機會換 但這一籃是不能換 對 最後一個就最後一個 為什麼比較喜歡鞋子梗 因為我媽媽很喜歡她 然後我覺得 我相信媽媽的眼光是對的 如果她今天又跟妳求婚 我不在乎 我覺得男生就 甚至有小孩我都OK YES 講到這個階段 我現在很為難了 幹嘛 就求婚 不會吧 她就怕妳 如果妳把她弄到這個地方 該不會說 妳怎麼對得起她 因為她考驗笨蛋 對啊 她幫我拍她 她不喜歡笨蛋 選妳第一名兩個就合適了啦 對啊 好 來 現在這個請接吧 真的嗎 不要 熊熊給予渣男劈腿而渡 來賓們的怒火 徹底爆發 她就是之前有一位男朋友 然後呢 然後她竟然還回答她說 妳講 妳這種事最多只能三次 對不對 不行 我們到第二次以後 妳永遠不要去犯第三次 然後妳換別的項目嘛 對不對 不是 她講錯了 像她也偷吃很多次都要死幾次 不過給三次是給上次的男朋友 她就說 以前讓妳都原諒那麼多次 那我可以幾次 我就說 如果說一次都不行 妳們對妳不公平 那不然妳就死安靜了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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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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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全都會大 選妳第一名 兩個就Match了啦 對啊 好 來 接這個請接吧 真的 真的假的 她有跟妳的聲音 我覺得他太笨 她討厭笨蛋 這個是這輩子都不可能 不…但我跟你講… 你這個真的要聽我解釋 你這個真的要聽我解釋 現在再多的解釋有用嗎 沒有 障礙已經到達成了 來把你選第一個 你把他選最後一個 你認不認識崇瑤阿姨 我不要聽… 你聽我說嗎… 我不聽 我不聽 我不說了… 不 你不輸 我真的覺得你的個性 你現在是完全不能結婚的狀態 你會很慘 真的 他就是之前有一個男朋友 然後已經抓肩在床的 這個概念 然後他聊完了之後 對 男生也說對 我就是這樣 但我們真的沒有什麼 然後他竟然還回答他說 真的喔 好 我跟你講 我也聽過 你這樣講 你這樣講這個 當時我們是來巴士上聊 我真的都快從巴士上跳車了 當老婆就第一名了啦 不行啦 不行啦 真的不行 我們到第二次以後 你永遠不要去犯第三次 然後你換別的項目嘛 對… 你怎麼換耶 對 這個概念是 不是 他講錯了 是因為我的那個 你剛剛講的那對 因為他已經偷吃很多次 然後因為我的 就是很多 十幾次之後 你後面還給他三次 不是 我給三次是給上一任男朋友 就是我跟他講了前任的故事 所以越來越多扣打就對了 如果你前任你就原諒那麼多次 我可以幾次 我就說如果說一次都不行 你好像對你不公平 那不然你就三次 這太扯了 我跟你講 因為今天的這個出發點 是要當好老婆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現在根本不可能當老婆 太扯了 因為你對於經營感情這件事 都還沒有一個完整的概念 好可憐喔 它擴大越來越多耶 在下一任可能會有20次影響 哪有 我那時候是說我那時候剛開始 那是三年前的時候 我現在已經不會這樣子了 不行啦 妳要聰明一點 妳真的會被騙得很慘 對啊 這樣趕快進化啦 現階段妳是絕對不可能當老婆 不可憐 來…看齊君 好 可以啊 第五 為什麼 我的理由不太一樣 好 你說說 因為就是如果說是小女人的話 對我的心靈就沒有這麼高 因為我會很喜歡有 很有想法 很有個性的女生 因為如果我說了什麼算 那我還要一個人在我旁邊幹嘛 希望有一個 有一個跟我一起討論 一起給予不同角度的意見 再去一起做決定 一起進步的感覺 對 很想知道他第一名到底是 講成章 然後熊熊第五名 什麼 什麼 他看一下紅棠 紅棠 跟自己原本想得很不一樣 好 來 1 2 3 態獨立反自誤 誰說的 我講的 我講的 很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感覺他很早就出社會了 就是什麼事情他都是自己來 自己來這樣子 老公 小孩餓不死 誰說的 我講的 你這是嫉妒還是羨慕 是羨慕… 因為我覺得他散發著一種 就是賢慧人妻的感覺 他有一種很賢慧的Feel 對 就是他有點大省味就對了 不是 對 好像不一樣 超壞的 他這種都是成功男人背後的女人 對 就是不能看到人的那個 對 可以啦 我是給你一隻扭曲啊 老婆的好媳婦 誰說的 我說的… 因為我覺得 就像剛剛講的 她是一個婆婆媽媽會很愛 看起來很討喜的人 而且她之前又經歷過一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她會自己調整自己 她會知道怎麼樣跟婆媳的關係 去應對 很成熟 長輩緣的感覺 沒錯 OK OK 小鐘哥妳的排名 其實紅糖我認識她很久 很多年了 她剛出… 每一個人都認識好久 而且妳是讓孫琦君講 她剛出道的時候 就是上我主持的節目 對 所以就是這一個 為什麼 太熟嗎 太熟 她一直胖瘦… 如果一個人連自己的體重 都沒辦法控制的話 怎麼控制她的人生 你很壞耶 太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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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顏凱她也曾經說過這樣的話 你如果連你的體重都控制不了 你怎麼做大事 你的事業怎麼會長 這句話是我非常同意的 真的 你看 對不對 所以 來… 高潔喔 也沒有很離譜啦 對啊 她講得好像她有多胖 沒有 她有一陣子真的是 對啊 有一陣子啦 真的是過於擁榮啊 對 我也是為妳好 因為我是一個很容易 一旦談戀愛之後 穩定之後 我就可能會忘掉 幸福肥 對 我就會忘記工作 你看五熊現在瘦成這樣就知道 五熊過得很慘 你怎麼會自己挖動自己跳呢 來…閒事科 紅糖是吧 就是第五名 第五名 就像她剛剛說的是那種 官夫人的那種老婆的 必須妳好像講什麼 然後妳也都不回應這樣子 對 感覺會用錢壓死妳的那種 對 感覺會用錢壓死妳的那種 但是那是對妳的一個感覺 就是說妳問她什麼事 她都會說 妳去問管家吧 對 對 真的假的 我給她這種感覺嗎 對 當然 要不然妳說以漂亮的程度 她就條件是真的很好 我真的一定要 我就已經說了 去問管家吧 不是 夫人 妳問… 來…齊君 齊君 我嗎 這邊有兩槍 對 謝謝… 謝謝你 我覺得那個就是 把家裡持家的部分 照顧得很好 對於先生來說 非常非常重要 對 謝謝 好 來看一下五熊吧 下一張 開導魔人 誰錯了 誰 我講 因為我們就也是出外形 然後我忘記我們在聊什麼 然後他就說好熊熊 我跟你講 然後就 一剛開始就是 他就是一直講 然後因為他就是基督教 他就跟我講聖經什麼… 然後又再講… 然後就是 他就是非常有耐心的告訴你 但他沿路就是講了大概 快兩個小時 然後其實我到後面 其實有點不想聽 可是他又講得就是滔滔不絕 尋尋善誘 對 尋尋善誘 OK… 娶乾媽當老婆 對… 因為我覺得他在工作上或生活上 一定會把自己答應得很好 然後回到家 可能對另一半的要求 會覺得你應該也要這樣 或是說他很謹慎 就生活中的各種大小事 他就說應該要怎麼樣…這樣 規矩一大堆 對 然後就會覺得很像第二個 就是第二個媽媽的感覺 對 OK… 這一切的說法都抵不過黃臉婆 這三個字 然後… 黃臉婆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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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有女人味 那五熊她很厲害 她會煮飯 然後可能又會工作什麼都會 可是如果女生不會傻嬌 然後又不懂浪漫 然後又沒有女人味 可能就會有 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 隔著那個板子在互看對方 對 其實是很恐怖的一件事耶 怎麼有點槓上的感覺 對啊 好 來 我們看看曉重哥這邊的排名 好不好 好 1 2 3 這麼高 其實五熊我一直覺得 她是一個很值得娶的女生 因為她本身 其實她很節身自然 你為什麼只有搞曖昧 而沒有開始追呢 沒有 因為她一直都有男朋友 我們找不到空隙差 我現在沒有男朋友 男生啊 譬如說她有男朋友 她跟所有的男生都會有距離感 對 她會不會像有的女生 她會好像每個男生她都好像 她不會 她完全就是 妳很清楚 她會 她是一個很乾淨的女生 很自律 沒有別的用詞 誰不乾淨 誰看起來不乾淨 誰很髒 然後會覺得這個女生 其他的私生活是非常前點 我覺得一個女生私生活前點 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她唯一的小缺點就是 她很貪吃 只要不吃她又會不開心 像小朋友一樣 對 有點像小朋友 然後她可以為了 為了吃草莓蛋糕 我們已經到樓上去休息 我說五熊怎麼不見了 不見兩個小時 她在烘焙…烘焙坊那爐子的旁邊 這樣等 等 等了兩個小時 就為了等那個 最熱騰騰的草莓蛋糕出來 那還好 坐在馬路兩腿開 謝謝大家 來… 很可愛喔 五熊 高的平衡 師兄自動 郭雲雲的好 吳宗憲 徹底 舞灰 男性尊嚴盡勢 女生還是該溫柔的時候要溫柔 跟她相處的話 男生必須要很懦弱 我現在看起來很硬 但是我的可愛是 很珍貴 只給那個人看見 對 為什麼要撲車一項 好… 茶朵這個小女人 只有那個女孩看到 有一個讓我覺得 很決定性的關鍵 她很喜歡男生的東西 由於由是共用內褲 不換的東西 不換的東西 不是 手臉 不換的東西 五熊 很高的評價 第二名 而且我要講就是說 其實這個跟這個 其實對我來講是一模一樣的位置 所以你等同於我覺得是第一名 等同於 等因為五熊 謝皇上 謝皇上 不敢 幹嘛啦 因為五熊就我們剛剛講 我覺得他就是那種 可以帶得出門 又可以在家裡待得好好的一種 因為外型也漂亮嘛 料理 然後大家都聽過他的笑聲 也是笑得很開心 很可怕 生活上跟家庭裡面 可能會帶來不少的歡樂 但又會做菜 然後又會自我管理好自己 評價真的很高 當老婆很適合啦 來… 齊君 齊君那裡可怕的是 他還用一個 不可能 他很難拆 對 他邏輯很怪 對 也不錯了 我把它放在中間 是因為兩個人一起出去旅行 我是那種 譬如說我們到一個地方 我會用 真的是開啟度假的模式 我就是會睡到飽 我不一定要吃早餐 我不一定要很有計畫要去哪 但是感覺起來他就是 會在出發前 對 六點鐘就要吃早餐 然後七點就要到什麼地方 我們就要做什麼事情 來 看我們的遠遠的 遠遠 1 2 3 請看 有沒有 有點ㄎㄧㄤ ㄎㄧㄤ 對 我老婆是老大 沒有 因為他就是一個非常霸氣的人 而且他帥起來就是比男生還要帥 然後因為遠遠他就是 他什麼都不怕 他還敢吃蟲 也不怕高 我印象中他好像沒有什麼怕的 然後酒量也滿好的 就是感覺當他的老公 如果沒有實相全能 就是會被他阿樓 對 如果我娶了遠遠的話 我可能開一個酒店給他花 他的個性還好 很適合生意外 媽媽嫂 他開場Club有座台的那種 給他去看 生意外不錯 熱炒店也可以 對 代理孕母是誰 梁吟辰 梁吟辰妳很好講喔 我覺得郭瑀瑜完全 就是一匹脫僵的野馬 腦子要是跟他一樣有遺傳 怎麼辦 身材不像他 不會代理孕母不會遺傳啦 可是他又很愛好自由 他不喜歡人家拘束他 然後而且我印象中 他也是目前沒有結婚 或是對小朋友沒有特別的 那種想要生小孩的感覺 對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他今天結了婚 然後真的有了小孩他會生 但是他可能就不太會理他 然後老公就要差不多 請幾個保母 然後小孩長大還會覺得 妳是姨媽嗎 還是奶媽 就是妳的 妳那個講法就是說 妳想生是好 來生啊 生完妳自己主理喔對不對 類似都該好不好 誰說他男性尊嚴盡勢 就是女生還是 該溫柔的時候要溫柔 對 但是跟他相處的話 有可能那男生必須要很懦弱 才能跟他相處 沒有 我現在看起來很硬 但是我私底下 只對最親近的人撒嬌之類的 真的 他私下其實對 如果還有男朋友的話 對男朋友是很可愛的 所以我的可愛是很珍貴 只給那個人看見 對 我為什麼要控制一笑 我會送你紅色 現在有點難想像 妳最珍貴 我用了一陣眼淚相對 未來的日子有妳才美 夢才會真一點 好 圓圓 有的人為妳歌唱了 謝謝憲哥 對不對 來…不讓妳睡 我說的 因為圓圓她真的很好 然後他很喜歡運動 所以感覺他應該會是一個 就是活力旺盛的人 他會一直進不下來 所以老公可能想休息的時候 他就說不行 我們這樣去爬山 我們這樣去爬玉山或什麼 不會 我會管好自己 我可以自己去爬 其實他滿宅的 而且他很獨立 他可以一個人去運動 去爬山 然後是有時候在家陪媽媽吃飯 給你飯 給你飯 因為他剛才對他老公都在家 所以在感覺上 這個是男朋友 這是女朋友 女朋友 對啦 她是女生的嗎 還滿女漢子的啦 對 她的女漢子 都獨立一點的感覺 來… 小鐘哥的排行 圓圓在哪兒呢 好可怕 有第一名耶 146耶 三個的第一名都還沒出來 真的 還不錯啊 還可以 還可以 其實你圓圓這個女生 我會想要認識她 因為我覺得第一個 她其實很容易走路 對 就很好相處 然後她的個性又有點 BodyBody的感覺 RD Bordy嗎 對 你的R從哪裡 BodyBody BerdyBerdy BerdyBerdy的感覺 對 BerdyBerdy 對… 然後她的笑點又很低 你們兩個好合喔 所以很容易打成一片 你們兩個結婚會笑場啦 會笑場 對… 我們兩個會笑場 我們搞不好要親密的時候 也會笑場 看到她就有想要笑 對… 所以就覺得 躺緊錄看見吉娃娃 來 鞋子哥 鞋子哥 好 圓圓 鞋子哥 沒有不可能就OK了 很意外吧 對 我跟你講 那個我的直覺沒有錯 她的那個撒嬌跟小女人 只有那個人看得到 也就是她那個人看得到 然後她有一個讓我覺得 很決定性的關鍵是什麼 你知道嗎 她雖然很Man 但她很喜歡男生的東西 你知道對於一個男人來講 很重要 可以共用內褲 不是啦 不是啦 那是重點嗎 不是啦 憑我不想 有話題聊 因為我知道她喜歡一些男生的 譬如說像電玩 她又會對你擺一擺順的 然後其實有時候又很Man 又會照顧好自己 所以其實跟五熊會有一點像 我覺得 OK 好 來 齊君 嚇死我了 天啊 自己排名超高的 圓圓 都滿前面 都在前面 1耶 憲哥你不懂欣賞而已啦 我真是不懂欣賞 因為我覺得跟他交往有個好處 就是就算沒辦法當情侶 我們起碼多了一個兄弟的感覺 沒有虧… 不會啦 不虧啦 你可以當他的辦公室… 不是 喝到一半 你絕對他感受不到啦 你跟他喝酒就很棒 下次我找你出來喝酒 因為我覺得 圓圓是那種 就是最難收服的口袋怪獸 但是一旦收服了 他就是你最得力的助手 太誠懷了 是不太誠懷了 不是 而且… 而且談男女朋友 談戀愛是一回事 但是如果結婚的話 他不只是需要是一個好太太 他還是需要你是最好的朋友 但我覺得他很適合 講什麼都沒有啦 還有一個絕對不可能 而且他的聖結束立名 或是絕對不可能 天啊 來… 我們兩個要一起來看 先看LaLa 1 2 3 一結婚就變老夫老妻 LaLa 梁以辰 智商秀下線 孫綺君揭曉天堂與地獄 詐騙集團目標 她接到了詐騙集團電話 有一個小弟弟一直哭 說媽媽救我… 然後我還說妳不要怕 妳告訴媽媽…妳在哪裡 最後想想 不對 我真的是女兒啊 太扯了啦 洗手就跟她 結果變炸彈 不好意思 真的差點把廚房燒掉 因為我要炸廚房 就會加太熱 滾個起火 然後我就拿了一瓢水 然後不停就拿 超危險的 一國在地 1 2 2 2 開 我們兩個要一起來看 先看LaLa 來 1 2 3 一結婚就變老夫老妻 熊熊 沒有 因為LaLa她畢竟 她已經經歷過一次婚姻 然後她又有一個小孩 所以我覺得LaLa如果在 她如果再結下一段的話 她應該是會希望這個老公 就是可以馬上進入爸爸的模式 比較不會有那種什麼新婚夫妻 很戀愛的感覺 對 詐騙集團目標 我覺得她就是 而且我跟她聊天的時候 聽到一件很荒謬的事情 就是她接到了照片前的電話 然後一個小男生跟她哭 就是可能被綁架之類的 然後她就一直安慰她 想說不要哭 然後就有點緊張 結果她掛到電話發現 真的假的 她感覺就是不會確認實情 她就會馬上把錢匯出去 這太扯了啦 對啊 我那電話嗎 傻妞 因為她說我的小孩在她手上 而且還匯了 我還沒有會 是即將在 有一個小弟弟一直哭說 媽媽救我… 然後我還說妳不要怕 妳告訴媽媽 妳在哪裡這樣子 最後想想 不對 我生的是女兒啊 然後我就說 妳應該認出媽媽了 我就掛電話 然後我好緊張 我還衝去學校 看我女兒在不在 好慌喔 好險 如果打了這個人被騙了 妳怎麼回來 不 人家綁得好好回去… 毛病了 教弟弟不端莊 誰說 是我說 他們又在隔著板子互看 兩個最小孩都說 好可怕 沒有啦 是因為我覺得 她給我的感覺就是比較 好像很多事情都不會做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老婆是個得力的助手 不應該只是像小孩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我也有兇誤會我了 因為我是身兼父母子 所以父親所有該做的我都會做 好 我誤會妳的 那我們就直接先看一下怡辰的囉 梁怡辰 所以有一點小緊張啊 第一個 工具箱 誰說 因為我們今天有一起拍戲 然後我覺得她很常 會有漏電的情況 就是她的眼睛 然後因為 因為會一直盯著妳看 對 然後印象中 她好像男生朋友也滿多的 漏尿就不好 對啊 站著然後怎樣 這麼年輕 沒有… 這麼年輕 閃流 閃流 就她男生朋友也是滿多的 所以可能就是結了婚 老公可能就是要比較擔心 拋家氣子餵姐妹 其實跟我的想法有點類似 因為我覺得她太漂亮 而且她就算有另外一半 她還是會去跟姐妹 或者是男生朋友玩在一起 所以會讓老公比較沒有安全感 梁怡辰妳完全沒有想要反駁的意思 因為她覺得說很對 她覺得都命中了 我完全說到心坎裡 天啊 怎麼這麼准 怎麼那麼了解我 我在認真聽 但是我不會 我那個姊妹跟老公生也會分 而且我會反而以家庭為主 就是以利一半為主 我也是那種 她好天蠍座 真的… 對啊 真的是 好 來…洗手做羹湯 結果變炸彈 誰 我覺得這麼完美的人 一定有一個不厲害 那就是煮飯嘛 我沒有吃過妳做的東西 我會煮飯 我沒吃過啊 不過我有一次 真的差點把廚房燒掉 就是因為我的粗心 因為我要炸薯條給我弟弟吃 然後就加了很多油加熱 結果加太熱 然後我薯條一丟下去 它整個鍋子就起火 然後我就敲油水 裡面有那個水蒸 真的誇張的是我當下嚇壞 因為我怕嚇到我弟弟 然後我就拿了一瓢水往裡面倒 妳要拿鍋蓋蓋它 我真的是炸彈 我真的是看到小原子彈 它會這樣瘋了 超危險的 然後整個廚房 對 它就包圍了整個醇油眼睛 順便教大家好了 如果你的鍋子已經在起火 你要很多人說用蓋的嘛 可是你蓋下去再打開 它還是會繼續燒 這個真正的方法是用撈的 就是你蓋住邊邊 然後這樣把它刷過去 它就會整個熄掉 要隔絕空氣 好啦 選我啦… 你這樣扯能好不好 來…還有一點 天堂路婚姻 她會對那一個人很好很好 可是她又有天蠍座的個子 所以如果那個男生 個性 個性… 個性跟個性 個性跟個性有多高啊 個性跟個性 是尾巴很長的蝎子 對 天蠍座特質 如果這些男生就是 沒有順著他的毛摸 這一趟婚姻就是會像天堂路一樣 因為他會很愛妳 可是如果他生氣起來就是 不得了 不得了 一翻兩更遠 就是讓妳上天堂又會下地獄 這種很可怕 這個沒有中間 它不是…它是極端的 對 它是極端的 不是好 就是壞 小鐘 你不用舉手 你直接講 真的耶 好濕喔 給我 小鐘哥 超級會流汗 中蛋一樣 OK 真的是這樣嗎 那邊有一個 好啊 妳的不極端 1 都可以 2 3 跟隱成 啦啦還在隱成下面 對 我先講一下隱成 就是妳總是會讓人家覺得 妳比較強悍一些 譬如說講話或是想法很多 他講話超大聲 這種如果當妳的男朋友或老公 其實真的會稍微弱了一點 而且一起出去會很怕被妳 那個場面都會被妳handle住 對 被刀了或幹嘛 就是會覺得怎麼我弱掉 沒有給面子的感覺 會有一個這樣的感覺 男人會怕到 當然或許真正相處不是這樣 我就不太清楚 那麼LALA的部分 我一開始給她 我第三名其實算很高 我原本的想法是因為 因為妳不想自己生 不是… 就是原因是因為 我想說她已經有經歷過一段婚 也帶過小孩 以人生經驗來講 她應該更懂得經營家庭跟婚姻 對 可是剛剛聽說那個 詐騙集團的故事之後 我個人決定要換名次 你要去哪裡 謝謝 大分啦 謝謝… 後來變成這樣 因為她太扯了 小鐘 你幹什麼 偷偷 她水分疑似的太多了 對… 第一名跟第六名 好 來 1 2 3 好 怎麼可能 謝謝小朋友 怎麼可能 其實我的情況跟憲哥有點像 是 我媽媽說要娶的話 一定要娶客家女生 對 她是客家女生 好帥 好帥喔 Hakashima真的很好 我跟你講 客家妹現在搶手了 搶手 因為客家妹第一個 勤勤 不會亂花 勤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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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勤啦 勤勤… 她對勤勤很有觀念 不會亂花錢 勤勤 把家用都顧得很好 勤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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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勤勤 勤勤勤 勤勤 不要亂講 所以說其實她如果是客家女生 其實娶回家是真的會持家 我們要真的找老婆 要找這種持家的女生 是… 然後LALA我覺得她很棒 她就是她很獨立 又很有母愛 我覺得這會吸引到很多人喜歡她 那你又排行 排行這樣 還口水飄出來 好穩心喔 她就是你講過 她不是說講話會吐白沫的這樣 她就是會嘴巴有報告 嘴巴有報告 齊君 她們這麼大的集團 一個在第一名 一個是 就不可能 不可能 我們就直接來看不可能這一位好了 1 2 3 開 穿你兩個第一名 男子欣 怎麼可能 我會選你成為第一名是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 男生工作的時候 一定會有很多苦水 想要塗 但因為我知道以晨也有拍戲 所以很多時候辛苦的地方 對 或者是我有些劇本 我們可以一起討論 武雄也有拍戲 所以大家都有拍戲 很奇怪耶 對 對 妳是誰不能說武雄 孫齊君 孫齊君 純粹喜歡對這個對象 都圓圓也有拍戲 喜歡就什麼就這麼好 就是他的外型就是你的啊 尷尬耶 你大約就承認你喜歡他 你就說吧 對啊 喜歡背高 就是怡辰他就很亮也很漂亮 他喜歡你 他喜歡你啦 你是他的菜 恭喜大家啦 OK 好的 但是重點是LALA的部分 我這樣後面還能講一下 絕對不可能 為什麼 我的爸爸媽媽是非常非常傳統的 所以就是以LALA來說 就是再加上他的身材就是 太火辣了 我在外面工作我會非常擔心 你爸爸是嗎 對 擔心你爸爸 對 你水壓標高 水壓 吃爸爸 老孫…還好嗎 好… 爸爸忍不住 男生一定會… 結巴了 那我可以坐那邊嗎 拜託 那你不會擔心梁以辰嗎 我覺得以辰是 就是如果結婚了 就是會很穩定的 確實 他喜歡你 我覺得OK 他真的在愛你 已經有點半道本了 好 幹什麼… 你們想要配到好啊 不是 對 彼此有一個認識 在我們心目當中 是否可以當作好老婆 好媳婦 未來還要 重點是自己要 要真心用心的去稍微經營一下 是的 沒錯 這個非常重要 好不好 好 再次謝謝他們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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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